这个黑人死囚 正亲吻着一个癌症晚期的女人 尼道光从她的口中发出 这个黑人叫柯飞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显出这样的神经了 在此之前保罗就见证过她的神奇 尼次治好了保罗的顽疾 尼次把奄奄一息的老鼠救活 想到这里 保罗决定再试一试 他想要带柯飞出去 给他的好友患有脑癌的妻子治疗 但要把一个死囚带出监狱 这要冒很大的风险 经过几个同事商量和策划 计划没有大问题了 唯一的风险就是混蛋佩西 但为了救人 保罗决定赌一把 他找了的借口 把佩西关了起来 就这样 蹭着夜色几个人 偷偷把柯飞带了出去 可让他们更吃惊的是 柯飞竟然知道要去干什么 就这样他们来到了好友家 柯飞慢慢地走进这个被病魔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女人 在他的安抚下 本来狂躁的女人 忽然像换了个人似的平静了下来 他小声地问柯飞 说完柯飞就吻了上去 只见柯飞口中发出耀眼的光线 整个房间都开始剧烈地晃动 柯飞将女人口中散出的光线全部吸入体内 在他起身的那一刻 女人竟然变了模样 看着昔日的妻子又回来了 丈夫落下了激动的泪水 可柯飞却没和以前一样把病魔吐出来 就这样 吸入病魔的柯飞倒下了 看到这次没有吐出病魔的柯飞 保罗以为是柯飞知道自己不久也要被电信 想让自己死得不那么痛苦 才故意不吐出病毒 无奈之下 他也只有尊重柯飞的选择 就这样柯飞被几个人抬回了监狱 倒在了床上 看到一切都完成后 保罗这才放出了被关的佩希 保罗清楚 虽然佩希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但光是关押同事这点 告到佩希的州长亲戚呢 保罗也基本就失业了 就在这时 忽然一双大手抓住了佩希 是柯飞 任凭保罗他们怎么劝说 平时听话的柯飞死死的抓着佩希不放 就在柯飞张嘴的一瞬间 所有人都明白了 他是要惩罚这个坏人